BBC班,哪班? 我是B班的馮長 我是B班的補衛客 我是B班的張導生 好了,你可以展示你的展示 這裡就是我們做的出去的那些 我們就有… 提起是誰說誰做 我們說回那個成果 好好好,但你的解曲呢?你一定要分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那個in page 這個是註冊的版面 就是UCLM、Password 現在我們打了一個UCLM 這個Password也是這個 如果有錯的話 它就會打一個人出來 寫對 Email也有Pattern 一定要有Pattern 這個我就不對 這個Pattern就對了 這個Pattern 她說你不配合我 對 你這個是ASB.net Default的那塊 拉內的那塊 不怕你玩一下也可以的 你玩給我看看 那你… 就行了 這些都可以保證 快點登入 這個… 剛才那個融幕 嗯 接著它就會去到一個版面 就是… 給你的東西勾回 或者… 開始那個… 或者… 那它上面都會顯示你的那個名字 那就… SE那個 那個 那… 我們這裡呢 就… Pattern這個呢 就用了… 我們都用了一個題目出來 那就用了這個 Jobboard Jobboard 就可以找回它那個題目的答案出來 那… 暫時就算選了 我們… 因為我們10M那裡 我們暫時還沒選過 Battern的那裡 暫時還沒選過 嗯… 都不可以的 那… 那… 如果我們去哪個版 那就… 會去了… 對一個… Admin可以控制回… 那些可以看回User Data 嗯… 那可以… 你可以在這裡可以在裡面自己 例如加一些題目 自己加一些MC的答案之類 那可以在裡面加User 那就… 那麼Admin就不用… 自己註冊那麼多 那就… 就… 暫時實說 這個問題就好了 那就… 嗯… 我叫熊葉 熊葉 那先說一下登記的版 那登記的版 首先… 他就… 一開始呢 他就… 我就用了這個 嗯… 用了… SQL那些 嗯… 那… 對… 因為… 不知道怎麼弄呢 如果用Data Set 嗯… 下面就是用了Data Set 那… 用了這個之後呢 然後… 他就可以檢查一下Data Base 裡面有沒有… 那個User Name 如果有的話呢 他就… 會告訴你 就… 就… 已經有了 就… 是… 他這句說的 就看看有沒有 嗯… 如果… 嗯…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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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這個Butter 他就會把剛才… Task Box 裡面的資料 就… 放進去… Data Base 嗯… 嗯… 就是這個… 用一個Adapter 嗯… 嗯… 接著… 之後… 登記了之後呢 就會直接去回Lock In 嗯… 嗯… 就算我不打User Name Pass 就直接打網子 打你後面的頁面 可以的 因為我加… 即是… 就是… 就是… 對… 為什麼呢 就是加了這個 加了Season這個 那…我們… 我… 就… 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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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其他就是… 就是… 嗯… 那… 就… 可以來到… 他… 是… 是… 就是… 嗯… 如果他可以檢查到 是不是… 那就只會讓他進去 這個… 我想問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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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曾… 這個… 這個是… 這個... 是… 鎊… 鎊… 這個…鎊… 鎊… 鎊… 我… 鎊… 你自己也亂了 好… 看看… 其實應該你… 你在鎊... 是否鎊成功了 鎊成功了 鎊成功了是… 鎊… 鎊… 就是… 就是… 即是如果他可以的話,他就會直接去C.S.N.L. 我想問什麼叫Kang-Sing? Kang-Sing? 對,你為什麼他選擇什麼Kang-Sing? 這個是那些… 為什麼? 師傅那些… 為什麼? 為什麼? 要知道為什麼的 就是… 就是看看他有沒有那個… U.S.A.N.M. 就是看看有沒有… 對方的DateBase 對方的DateBase 那我的Password呢? 嗯? 那我的Password呢? 我的Password 我的Password呢? 喂,Lock in的Password 怎麼檢查? 接著下面又… 做了一次了 等一下… 對,就… 就… 就看白了Password 那這個U.S.A.N.M.和Password呢? 其實你想一下就知道問題很搞笑的就是… 其實通常呢… 我們搜索… 我們搜索… 是不是U.S.A.N.M.和Password都要適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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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嘛 可以不可以嗎? 那其實你… 一句S.A.N.M.做得完 就是… 應該後面呢… 就是… U.S.A.N.M. 對啦 因為你現在這樣寫 你有機會呢… 可能中完U.S.A.N.M. Password就可以撞中 就是… 其實… 不行的 這個寫法 這個寫法是錯的 就是有些… 所以… 你記住呢 如果那個W.S.A.N.M.只有一個ParaMeter呢 你可以W.S.A.N.M.兩個 你W.S.A.N.M. andPassword 那你就一句搞定 是啊 不奇怪 無緣無故寫兩句 覺得神奇 不知道要搞什麼 阿丹 不要緊的 你上網去抄吧 九成 山埃 上網經常都抄襲了山埃 這些也是山埃的病毒 這些也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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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的寫法 我就… 直接做了那些 Goot View 這樣… 就… 去改 這個 是怎樣做的 這個 是在Toolbox那裡 直接拆出去 一天扯下去 是啊 然後再在旁邊這裏 搞回用哪個 拉到底 我想看看這些板 拉到最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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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 是啊 Data Source 對 那它怎樣 它可以加一行 是呀 加不到一行 那我就在一些按鈕那裏 嗯 那些按鈕怎麼弄 那… 因為… 我不知道多少 然後我就 隨便 加一些外套的東西 那就加了一行 說… 我先來試一次 給大家看一下 全班看一下你怎樣弄 那你這個也很合理的 方法來的 但我就醜樣一點 除了我那麼形容 彎來看一下 那些關鍵先吧 如果不關鍵 它就… 肯定進不了 你寫對了 有些位置就對了 但有些位置就沒有太多針灸 就要刮牌地 其實如果你追一下邏輯 你會覺得剛才寫的東西很奇怪 根本就不用刮牌 你用了這份帳號就刮牌出來 那剛才 先加個問號 不用了,加個問號好玩點 加個MZ 對,這個問號 加個問號 一按,它就多一個空白 是 過了 因為它加完之後 我設定了它做Reload的版 所以它就會彈 如果不按Reload 它就 就不知道 是啊 不用Reload 那個GripView 你Call那個GripView 有一個功能就是點Databyte 那它就會只Reload那一份 是啊 你上網多加點你會知道 然後就可以改了 因為它Cache了那些結果 你一定要搞 好,試試進去看看 喂 喂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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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鎖鎖 是破串錯字的 什麼是survey ID 是哪份問卷 但是 最後還沒做 不要緊,做到多少 你先按個一 你按十四會不會下跌 有沒有4RT 有有有有 對,有有有有 然後這裡就有 好 先問一下 你全部都說了 這部分是兩個一起做的 你跟他一起做 你哪位? 我是傅卓康 傅卓 你跟他一起做 你又不說 是SECURA 還有這裡 等等 SECURA這個就是 SECURA這個版 就是剛才有一個 一登入完之後 有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 如果不是 按了 就回到 那裏 下面這個 就 這個 下面這個 就開始 就去了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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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我們暫時 就沒有設定到 去 開到 Database 那裏 那裏都是 那裏 那裏 就在那裏 補回 那個 對 是Database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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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可以自動 去那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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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裏 這個 我們自己 直接用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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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那裏 要不要寫啊 因為出了那時候好像分開一些 好像要大口氣 不好的,practice 不好的,真的 我就負責做那個database 好啊,拿回麥克風,後面開始吵,聽不到 我就負責拿起張仲星 就是做那個database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註冊的database 就是他們剛剛去按註冊的時候 打什麼招呼呢,就會處在這裏 剛剛他們按了註冊那一行在這裏 他們就放在這裏 按完之後就會出來 下面那裏就會是 第一個 這個是處住他們那份問卷的題目 還有那個目的 然後 然後 那裏就處住了一些問題 那裏就處住了一些問題 那裏就有 有多項選擇題 還有 就是打字進去那裏 然後這些就是那些choice 就是 把那些四色題的 就可以放進去 那些號碼就會跟著那裏 沒有database diagram 這樣看又難看 你有沒有做Dateabase diagram 你現在才做的 有沒有的 開Dateabase diagram看更加清楚 是不是 剛才你這樣做過過過過過過過 不知道做什麼 看這些才是清楚的 這個還有用 但是你現在的估計就是一個 survey 就有多少條 question 可以 support 一個 survey 可以有多少條 question 有沒有限的 你這樣做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一個 survey 有兩條 question 行不行 一個 survey 有兩條 question 行不行 一個 survey 有兩條 question 行不行 那結構是為什麼行 你說的話 行不行 那為什麼才行 就在這裏打下去 哪一個位是重點 簡單一點問 那條 foreign key 拉到 survey 那裏 連著哪一個 feel 中間條線 條線仔拉到哪裏 你拉的時候 我們拉到這裏 好像不是吧 想清楚一點 你的 survey ID 應該是 你的 survey ID 應該是 對 對 其實如果你要負責你做 design 你應該要明白一些東西要怎樣儲 對不對? 我給個問題 如果我想儲一條MC question 你現在有 survey choice 即是儲MC 我想儲一條 survey question 你在黑板簡簡單單和我畫一畫 入一入 data 我想看看你畫一個例子的 data 你會怎樣在 survey questions 的 table 和 survey choice 的 table 怎樣儲 可以嗎? 很大問題 對了 你黑板偶其拿些 畫筆畫一個例子 我看 你畫得到 我當你做 我就是說 一條 question 有一堆MC choice 那你做一個例子 我看你的 data 是怎樣的 即是選擇 最後的 choice 對 對 即是你一條 question 要儲三個 儲兩個 choice 可以嗎? 你做一個例子 給我看你的 data 是怎樣儲 可以嗎? 可以嗎? 你黑板就這樣畫到 Excel 畫一些 ID 作給我 就可以了 不是 我馬開給你看 沒有啦 開給我看 我也知道看到 你舉個例子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你做 其實你都 靠你你 你都明白 那些 ID 的邏輯是怎樣做的 那我假設 我現在的 question ID 是 1 survey ID 是 2 那你 question 隨便 就不知是甚麼都可以 question 問題 而已 那 answer type 現在叫做 剛才你們叫做 multiple choice 那 survey choice 那裏 那裏儲的 data 我要儲兩個 setting 應該要入甚麼呢? question ID 是 1 survey ID 是 2 那我只問 survey choice 那個 table 我們要儲兩個 option 一個 yes 一個 no 行不行? yes 是 no 寫上黑板上 行不行? 不用做一個做一個 就最後這兩個就可以了 只寫 survey choice 就可以了 我講了一個 sample 就是 survey question survey question ID 是 1 survey ID 是 2 survey choice 小小的一問問 小的一問問 那 choice ID 嘛 小的一問問 對、這一個問題 evaluated Question ID 1, Surveys ID 2 這個桌子要儲什麼呢?儲 Yes No 旁邊一個就不用寫的了 我講了改了Rodata 是怎樣的 第一個問題 Choice ID 任你作 Question ID 應該是多少 接著這裡寫什麼呢? 都是任你寫 Yes No 答案可以 後面的衣服不要提他 累死他 還有一個No 要怎樣寫? OK了,最少會回答一個叫One to many 的問題 那也是你弄吧,最少也要證明 行不行? 因為其實你做的事不夠多 如果你只是設定四個桌子 就不夠多了 按到Window Form 這樣可以 即是可以直接在那裡買這些 好啊 喂,Choice 行不行嗎? 不行嗎? 不可以嗎? 因為我們那時候太夠了 所以未合 所以在另一個桌子上開 喔,你稍後再開吧 你開不開到嗎? 現在開到就要開來刮一下 好嗎? 開到就要開來刮一下 開到就要來刮一下 但是有時候的東西要解一解話 你懂得寫這個桌子出來 最少會知道自己做什麼 因為那個桌子有些問題 是 做完之後都會有些問題 其實你這件事有自殺 就全部都是What to many 一層就三、四層 即是你一棵樹來的 就全部是一個問卷 有一堆question 一堆question 有一堆選擇 好嗎? 好嗎? 我擺桌了 你可以擺桌了 快摺桌了 不然我擺桌了 不要摺桌了 我不想擺桌了 無話可怕 不然我擺桌了 謝謝 剛才那個都看完了,就看看這個吧 找來看吧,不合理也不要緊 這裡就可以,即是他有 即是他有,即是他有 將那些Datebase Arroy Table 壓住他在那個Window Corner 那就可以 可以保持他們在網頁 去擺上的 還有什麼功能的?沒有 不要緊,別的東西看 還有什麼看? 那是來的 你做 不要緊,不要緊 不要緊,照開 看看他開到幾多 唉,你這些就累死他了 前面的同學生不生 勝後一個沒什麼做 都沒辦法 縮多少 這段表演要做好久 但要做好久 嘩,糟了我一晚 他正在拍攝,等他一等 你不是加報告嗎? 你當然多了,你寫了這麼多東西 會藍牙,突然 或者你不用操作模擬器了,直接解曲 因為都看得明白 因為你操作模擬器太久了 如果你一早準備了,我就看你展示 你都沒有準備,沒辦法 沒有SDK設定 直接解一下模擬器 直接解一下模擬器 紅色都沒有所謂 有它吧 先說說你的流程 你可以開一些螢幕 不是,你會安裝SDK 看不到 ADT安裝了嗎? 我先設定它吧 我們再解一下它吧 好吧,照樣展示一下 你開一些螢幕來看 不然你會自己看我 不然你會去做螢幕 可以開啟螢幕 而你會聽到 可以繼續 解釋一下 的確認 就是在lock-in,即是對方的SQL Server 就會檢測一下 什麼SQL Server? 你不能上網,哪有Database? 所以做不到 就直接打了一些領域和技術 就是那個動作出來 實際上是不能練習的 然後就這樣 Cancel, Cancel 接著就在這裏 就檢測了一些領域 剛才那些按鈕、Edit Test、Test View等 接著之後 首先這裏就是本身應該要打回 剛才Database那一套領域 只不過因為他們做不到 我就打不到了 接著這裏一開一個Apps的時候 就有Login、UserName、Password 就要打回 接著之後 如果按到它的話 它那個UserName、Password 打一些東西下去的話 之後一按那個Login 接著它就會 如果做到的話 就會在那個Database拿回 CheckLogin是什麼? CheckLogin就是對方 怎樣對? 因為那個SQL會 即是它本身正常 Jayson 如果是Jayson那邊 即是可以直接Keyrek 這樣看 那我就可以在那邊 拿回一些Data過來 開這個功能來看 現在 CheckLogin 可以不可以來看 但是 因為沒有 你標到的 你有沒有開不到 Jayson 你沒有Jayson 你都可以開到我的功能來看 不理 但它是檢測不到 不要緊 你開來看看 它在做什麼 我都想看你現在怎麼做 你不是走去那個Code 不是一個program 我想看你的Code 你program 沒什麼好看的 你只有幾頁 有多複雜 我想看看內容 你開個Function 看看是什麼 你這個Metford裡面做什麼 這個Metford就是那個 CheckLogin下面 CheckLogin就是那個 就是這裡 把下載資料 那邊 它就會設定 下載 下載 我剛才說 那個 進去 那個 這個 然後拿回 用上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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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因為 本身 如果在Jayson那邊 就可以設定 我 可以記錄 用上載資料 用上載資料 就可以對 但因為沒有 就 製造了 表面 裡面 那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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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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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會跳去第二頁 跳去這個問題的這個class 但是因為問題的這個class就留不到怎樣 但是Face會爆行 所以就只創造了一個class出來 然後到register在這裡 就有人暫停一下 這些名字可能不太好 就看回內容 這些測試就是user name,full name,email 但是email這些只是for safe database做記錄 所以sign in 就要他們打回來 然後這裡就要call他們 然後這裡就換回他們 然後這裡就是sign in 這個gg2就是user name,pw2就是第一個password pw3就是confirm password 就是第二次打password 就要對抗兩個 如果對抗了的話 然後第二和第三壺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裡就會save到sqlserver那邊 data base那邊的table裏面 如果是Aramat做Rice 如果是他第二和第三個Parser 他做Rong 之後去到這裏 他就要一個叫Albert D'Arlock的東西 之後如果他兩個錯的話 他就會說Parser是Rong 然後另外一個可以讓你Parser 按一下就離開 然後再來過 如果他適合了 第一和第三個是Key 即是正確的話 他就可以Side in 之後去到 你都很亂 搞一下搞一下 其實都是 都是一些Logic 最主要都是上面那堆Code 上面那堆Register 最主要都是對方的Parser 和User領域 之後打到Data 這裡就是 最簡單 一個 就打一條URL 然後拿到Data 然後拿到Data 好 這樣就看完了 你又沒有什麼 你又找不到 說真話 他們給不到Data 你就好心做回去吧 你先搞一下上面 先幫忙 你這裡弄個殼 那你就吃虧了 沒辦法 你怎麼說 你也有堆東西 但是看不到 你只要玩到 你也只有一個殼 那怎麼辦 就差一點 不過 如果看到今天那些東西 沒有什麼人跟你一樣的話 你也不會解僱的 如果你們發現 是差不多一樣的 所有一樣的曲子 我都會不會解僱的 對不對 其實你知道我 一樣的曲子 我看了 沒有問題 其實OK的 那就完結了